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米麦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童年阴影,极度深寒 费尼受雇载着一行人在海上航行 他从来不过问自己的顾客都是什么人 但他的机械师是个好奇宝宝 发现这些人携带了无数的枪械 还有一枚鱼垒,雇主也发现了机械师 就在他们要斩草竹根的时候,费尼救下了他 但船只撞上了邮轮上掉下来的救生船 遭到了损坏无法前行 他们发现了远处的邮轮,想上去寻求帮助 而此刻雇主们却全副武装,准备登上邮轮抢劫 费尼也跟着劫匪们上船去寻找修船的部件 他们登上船后发现大厅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分头行动 费尼和几个劫匪在大厅寻找有用的部件 却在这里遭遇了怪物,劫匪都死了 费尼和机械师则逃过一劫 劫匪老大带着一行人在密室发现了钢钢窍锁 从仓库逃出来的怪盗催林 打开密室的门后,在里面发现了船长和他的手下 船长说船只遭遇了可怕的生物 他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两队人在电梯成功会合 但电梯突然不受控制的坠入到了最底层 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一地可怕的尸骸 费尼推断出邮轮是邮轮老板故意损坏船身设备 穿东机会骗饱 船长得知这个事实非常的愤怒 和老板扭打在一起 但怪物此时突然出现袭击了他们 船长也被怪物吃掉了 他们商量着如何离开这里 现在逃跑是唯一的生路 他们准备前往甲板 却发现唯一的通道被海水淹没了 费尼带着几个人跳下水寻找出路 怪物很快就追了过来 费尼等人立刻开枪草舍 但他不小心掉入了水里 于是众人纷纷下水逃跑 幸存的人聚集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 有人说要留下来等待救援 但费尼并不赞同 正在他们争执的时候 怪物出现了 再次吞舍了那个说要留下来的人 剩下的人仓皇逃跑 老板给众人指了一条错误的路 自己偷偷的溜了 一群人看到了满屋子的尸骸 再次遭到怪物袭击四散而逃 劫非老大为了逃跑打上了机械师 幸好机械师机灵活了下来 而老大却半个身子都进了怪物的嘴里 机械师递给他手枪 想让他自己了结以免痛苦 老大恩将仇报向他开枪 随后想自杀 却发现刚刚那是最后一发子弹 村里逃生的费尼让翠林去开摩托艇 自己则登上小船 并且将其设定为自动驾驶 想让鱼雷摧毁邮轮炸死怪物 寻找钥匙的翠林遭到了老板的狙击 千军一发之际 费尼开枪赶走了老板 但更可怕的怪物出现了 一只巨蛋的章鱼哥 费尼被怪物的触手抓起 他趁机打爆了怪物的眼球 成功地带着翠林骑着摩托艇逃走 老板则从邮轮上跳下了小船 然而小船已经被设定为自动驾驶 飞速地驶向邮轮 成功地炸死了怪物 翠林和费尼逃到了荒岛上 可从海上飘过来的机器师会合了 正当他们庆幸的时候 岛上传来了更可怕的叫声 电影非常的血腥 完全就是童年阴影 吓得我都不敢上厕所 如果你这中有恐怖片 这一定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转发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恐怖片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